Hello 大家好 我是Ariel 歡迎大家收看我的頻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幾款唇膏的使用感受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請繼續看下去 第一支想和大家介紹的唇膏 就是Huda Beauty這支唇油 我想Huda這支唇油大家應該不會覺得陌生 因為已經有很多Youtuber推薦過 號稱是顯色度高的 霧面的效果一流 而且是一點都不乾的 我自己買回來之後 就覺得真是名不虛傳的 事不宜遲 我們先試色 我自己買的就是Icon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支帶有少少玫瑰色的 有少少粉調的一個裸色 上嘴之後其實質地都算是比較水潤和有光澤 而且很容易推開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推開了之後 它的情況還是會很水潤 而且顯色度是很高的 會然之 其實你看到的這個顏色 上嘴的這個顏色 就和包裝上的顏色其實是一致的 我自己用了幾次之後 就覺得它的顯色效果真是一流 但是它這支唇油就有少少一個問題 就是它會有一個比較強的香味 它的味道就有點像我們平常吃的一隻椰子冰淇淋的味道 如果大家對那個香味有少少保留的話 我就建議可能你要試一試那些相片 才再買會比較好 它上色的度很高 而且基本上你塗一次之後 你那個顏色就已經顯出來了 換言之它這支唇油的延展性和遮瑕度都真的挺高的 你塗了上嘴之後大概過一分鐘左右 霧面的效果就已經出來了 但是你不會覺得它乾 相反來說 你是隱隱藥藥 還會感覺到它是有一種滋潤的感覺保留在這裡 好了 我們都大概說了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來試一試它的脫色效果看看如何 大家可以看到 我剛剛試一下印在嘴上的那些顏色 在手上 可以看到其實它基本上沒有脫色 很厲害 我自己試了幾次之後 都發現這是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它不會很容易脫色 就算你塗了它來喝水 或者是吃少許的東西的時候 它保留在你面上 嘴唇上的妝感都依然有八九成 就不需要經常去補妝 所以它的持久度我覺得都是不錯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試的話 我都真的很推薦給大家 不妨可以買來試一試 第二支想跟大家介紹的唇膏 就是Chanel的這支唇油 Chanel這支的平身設計比較少 這支唇膏 帶出去和放在袋裡都不會很方便 我們都馬上試試吧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質地比較水潤 所以很容易推薦 而且我買這個顏色 就是它這個系列裡面最深的暗紅色 是154 Experiment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顏色的飽和度也不錯 而且是一個帶油 我覺得它這個顏色是我們俗稱的兒媽色 推開了之後它的質地因為水癢的原因 所以都頗容易推 而且推開了之後它的顏色就會沒有那麼深 也會有一點霧面的效果出來 這支顏色大家就號稱它是黃皮的救星 而且特別適合秋冬塗 因為秋冬的話就會比較提氣質 和比較顯白 我自己就覺得塗上去之後 其實它真的會比較滋潤的 不乾 對比剛才Puda那支 它的滋潤的感覺度會再高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剛剛上咀的顏色是不錯 是很漂亮的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大概一個多小時之後 它這個暗紅色就會變得有一點點紫紅色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原因 還是怎樣 我會變得有一點點紫紅色 就會顯得你的唇周的位置比較暗沉 就會顯得你的臉色就不太好 而且同時 這兩個多小時之後 它的乾的感覺就會慢慢出來 嘴上邊的唇紋也會慢慢顯出來 所以它使用的感受我自己還是有一點點保留 同時我們也好像Huda一樣做一次 脫色的實驗 看看它脫色的情況是怎樣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就比剛剛Huda那支會深的 就會有一點點的脫色 但是它保留在我嘴上的妝感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大概還有五七八成 還有它這個時候 你印了上面的光澤感 就會霧面的效果出來 其實都挺漂亮的 但是就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覺得我目前為止 對它的使用感 不是太滿意 或者可能是因為我那段時間 純布的保養做得不夠 所以才會導致這個問題出現 既然都已經買了回來 我不想浪費 我想我會繼續再試用它 看看會不會在一些特別滋潤的時間 才會再用它 看看會不會有改善 但是它和這個系列其他顏色的唇膏 我想我應該不會再買 暫時不會再買 上面提到的使用評價 就給大家作為一個少少的參考 好 第三支想和大家分享的唇膏 就是Giorgio Armani的Lip Maestro 我自己選擇的色號是300 這支唇膏的平身是長管型的設計 然後只是一個塑膠的質感 但是它拿上手都會有少少重量 所以也不會覺得它很廉價 好了 我們也馬上進行試色 大家可以看到 我300這支顏色 其實是有少少偏亮色的橙色 飽和度也很高 上手之後 它的水潤的感覺和光澤感都有 但是它那個高體 就比剛才Chanel那支和Huda那支 都會稍微厚一點 稍微厚一點 稍微推開了之後 它會有一種比較霧面的質感出現 我自己為什麼會選擇這支顏色呢 因為很久之前看Katy開箱的時候 它有一個唇膏的試色 看完之後我就已經很喜歡了 首先是因為這個顏色 我自己就覺得很漂亮 另外就是覺得它橙色會比較顯白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買回來之後 其實在日頭試過塗過 但是我就覺得好像有少少太Sharp 我不是太敢在日頭的時候用的 但後來我轉了晚上的時候去塗它 因為晚上的燈光相對比較柔和一點 加上這支唇膏的顏色 塗了起來就會顯得你的氣色 和顯白的程度會更加好 也不會像日頭的時候太搶眼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是這支唇膏 也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這麼多支裡面 我自己是最喜歡的 那說回它的使用的感覺 我用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它的滋潤度和水潤的感覺是夠的 但是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它的膏體比較結身一點 所以在嘴上推的時候 就會稍微用力一點 加上它的刷頭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是一個比較大一點的刷頭 所以它有一點細節的位 例如你唇邊的位置 或者是一些細節的位置 它未必可以兼顧得到 所以塗起來的時候 就要小心一點 但是因為它這個顏色的飽和度 真的很高 你塗完之後 上嘴塗一兩層 它的顏色出來就會很漂亮 塗完可能大概隔十多分鐘 等它的顏色和你的唇部 慢慢融合之後 它就會出來一個很漂亮的 帶有少許磨砂感覺的 一個霧面的妝感出來 而那個妝感我覺得 比剛才Huda那支霧面的效果更厲害 因為Huda那支 其實塗了上身 它的質感會比較厚 而它這一支融合之後 它就會很薄 而且它的顏色出來 它的質感是很有高級感的 所以不知道 如果你要我選擇的話 我一定會選擇它 好了 說了這麼多之後 我們再看看它脫色的情況 是怎樣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支 脫色的情況 比剛才那兩支都會脫得多些 它確實持久度不是太好 稍微有少少像我現在印完之後 停留在嘴唇上面的妝感 嗯 就是一個比較無面少少的 但是這個程度 都還不在它最漂亮的時候 可能真的要等多一會 那個妝感真的會很高級的磨砂感覺 所以這一支也是我今天最推薦給大家的 我想著可能待會 等Selfage有Christmas Promote的時候 打算再入手它那支500的色號 因為它那個使用感的話 我真的覺得很喜歡 下面想和大家介紹的另一支唇膏 就是MAC的這支大明頂頂的子彈頭 我買的這個系列是Luster 色號就是Sea Sheer 它這支的尺寸 其實跟剛才上的那支差不多 帶出去也可以很方便 我們事不宜遲也馬上試色 先試一下吧 我這支Sea Sheer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顏色 其實不是太深的 是一個稍微偏有少少紅少少的裸色 上面之後 上手之後它的光感和水潤度都是足夠的 但正如大家看 我剛才要畫了很多下才會有顯色 這個也是MAC Luster系列一個很大的特點 這個系列唇膏的膏體比較水潤 比較適合秋冬使用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用高體的唇膏 因為我覺得高體的唇膏 它的滋潤度只是差一點 而我的嘴上也是屬於比較乾的那種 所以我平時很少會用高體唇膏 但MAC的這支完全不用擔心它乾這個問題 不塗上嘴之後 它的水潤的感覺可以保持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MAC Luster的另一個特點 因為它比較水潤 所以它的顏色的飽和度和遮蓋能力都不太好 大家可能看到其實顏色都算是比較明顯 但其實我都上了很多層 如果你上一層的話 顏色基本上是不太明顯的 選擇這個C Shear 就覺得它的顏色比較日常 搭配你日常的妝容都可以自然 而且別人可能會覺得 這個可能是你原本的唇色 可以不知不覺之中 可以幫你體諒到面色 我們說了一會兒 我們也來循例去試一下它脫色的情況是怎樣 大家看到它脫色的情況 印在手上的情況其實都很明顯 我感覺上這些都是質地比較水潤的唇膏 或者唇油會出現的問題 因為它比較保濕 所以保濕的作用就是在膏體內會有少少油脂 當你印走的時候 其實就是印走油脂的那部分 我現在印了一次之後 我自己感覺 嘴上邊的滋潤的感覺還是有的 就有少少好像你塗完潤唇膏之後的感覺 而它上嘴的顏色保留在我嘴唇上邊 大概還是有六七成的 所以秋冬的時候 你說推薦一支比較水潤的唇膏的話 Mac的這個子彈頭絕對是值得入手的 上邊跟大家介紹的幾款唇膏 都是尊貴的品牌 但我自己就不是覺得尊貴的品牌 貴的就一定好用的 開架的便宜的產品就一定不好用 其實有很多開架的品牌裡面 有很多都是又便宜又好用的產品 而其中我覺得特別出色的就是L'Oreal的產品 所以今天第五支跟大家介紹的唇膏 也是L'Oreal家的產品 我買的這個系列就是Color Rich系列的唇膏 它的包裝就是這樣的 一個金色的管狀 前面這個位置就會印有它這隻色號的顏色 我們現在馬上試試看吧 大家可以看到L'Oreal這隻顏色 我選的色號其實就是BP401 它是一個帶有少許粉調的裸色 它這個高體就比較水潤 還有它的滋潤度、光澤度都不錯 所以其實都算是比較適合秋冬的時候用的 我自己用它的感受 就覺得它的顯色度不是很強 就好像MAC的那支 要塗多幾次才會比較明顯一點 我覺得就是它會有少許顯唇紋的 特別當它乾了之後 它會有少許乾身 還有唇紋顯現出來的情況會比較嚴重 但是因為我覺得這隻顏色 雖然它現在上咀的情況都不錯 也都比較日常 但是我自己就比較建議 都是要化一點點妝的時候 塗它會比較好 如果你不化妝直接塗它 它的顏色會顯得你好像有少許病態 我們現在就試試它上手 印上手之後的脫色情況是怎樣 大家看到了 其實就好像MAC的那支 其實使用的感覺 我覺得L'Oreal這支和MAC的那支子彈頭 使用的情況的感受是很類似的 如果大家覺得MAC的那支有點貴的話 不妨都可以試一下L'Oreal這支 L'Oreal的品牌就開架 價錢亦都不貴 而且主要是它方便可以買到 Watsons 萬寧那些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 因為它比較水潤的原因 其實我覺得油脂會有少許多 所以上L'Oreal這支唇膏的時候 我就習慣性會在紙巾上印一印 通常我會印完之後再上一層 然後再印多一次 這樣它的持久度也會長一點 以上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幾支唇膏的使用感受 希望可以為大家提供到少許幫助 如果喜歡的不如幫我點個lik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